我们学习就改 期盼就改 但是我们一定会一如既往的 在这个投票上有好的方案的时候 我们投下自己 神圣的一票和负责任的一票 大多数人都是祖孙三代 九个平方 居民还是积极的心态拥抱就改的 好朋友们 我们今天来到了普陀区的朝阳七村 这个老小区也是年数很长了 对的秋空你好 是这样的 这个房子就是五七年房龄 岁数肯定也比我大了 然后主要的是分三层楼的和五层楼的 这种类似于像木质结构 小梁博板 那么原住民基本上占到这里60%左右 那么在三年前呢 他们以85%的不同益率 就是说最终没有签下那个叫结构性大修 贴过建 那个方案就是以修为主 因为就是说上面啊市里啊就是旧改有三种 一种就是说房产征收 一种就是说是拆除重建 它是沿用的2018年的保障性用房 生命通道什么消防通道都具备的 那么另外一种就是说贴货建 修修补补补你房子的性质是不改变的 还是租赁为主是这个情况所以说居民呢认为放出来两个平方三个平方 依然没有解决大多数人啊都是祖孙三代九个平方 所以说你看到吧这里有很多类似于像伪装大建一样的就是这里 当然这是历史残留问题对吧 但是他们也没有办法一直窝居在这里 那么现在东风一转三年前我们听说要旧改旧改 后来就是说我们在旧改中学习旧改 发觉这个方案不适合我们 那么我们现在1800多户军营 你们推翻的这个就贴货建的这个对的 如果圆差圆环的话或者征收你们也就同意了 呃是这样的征收是根据71号政府令从11年开始 数砖头三块砖那么根据大概行情 只要补赏结合行情的我们也是欢天喜地的 那么如果说是拆除重建的话 它是沿用2018年的保障性住房这样去实施的话 那么居民感觉到改善了对吧 那么透控了能够满足大多数人叫移居改善生活的要求 居民还是积极的心态拥抱就改的 对吧不是那种形式上的 那我们就耐心等待 把贴货建给那些更需要贴货建的人去去去享受 我们继续大不了我们继续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吧 继续窝居呗对吧 因为就改这一块秋库就是说 是市里疫情之后百费代性 老百姓都是开始都开始往上走了 这个时候每一个区它面临的问题不光是金融什么社会性什么城市更新的步伐 它必须要走出来的所以说普陀区是市里不可闹过的一道门槛 那么我们朝阳也是普陀区的重重之重 基本上就这个情况我们学习就改期盼就改 对吧基本上就这么一个情况 我们每个礼拜六有肥牛夜厅就是线上平台 1800户基本上占到90% 有13400户人在学习各种各样的关于就改的知识 也蛮好的老百姓虽然急但是不乱 对对对 第一个 第一个